雪州议会将于6月25号自动减散 到时候56个州议席将会有几名大奖出征 西盟与国盟谁又会成为盟主备受关注 目前双方各自喊话 雪州西盟称可以在州选赢得50席 国盟则是要躲下33席 奈何两方定下的目标 在行动党中议员柳天球和时评人李泰德严厉都过于乐观 我觉得两边都有一张绅士 这个是我认为是战术考量需要 但是两方一个可以拿50个我不认为 国盟可以拿33个 我也不认为2022年的全国大选的结果 伊党在22个国会也赢了6个 如果6个的话 基本上因为伊党尤其是在两个国会选区 一个是Hulu Slangon 一个是Guala Langan 这个是比较马来选民占多数的混合选区 照理说西盟是应该要赢的 这个后来英勾里翻船 连西盟里面的人自己都吓一票 这个情况发生的话可见的就是马来选区 在某些地区 现在马来选区不是铁板一块 可能国盟在一些马来选区的得票很高 一些选区可能没有那么高 他是比较多元的 但是他为什么可以在这个 我们认为是混合选区可以赢? 基本上他可能就是马来选区基本上是一面倒 可能是得到至少60%的马来选票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56个如果西盟还要赢50个 假设就是一些游离票的 就是中间选民回来西盟 我认为这个可能是太过乐观 当然就是国盟这边 他要赢33个 刚才有谈到马来选区 这个70%以上的21个 他要赢33个 这个也是过于乐观 国盟如果他把他的这个 那条线拉在我要去否决三分一多数 但是他们可能心里是这样的想 所以我认为那个是比较实际的 但是如果他跟你说 我的这个 我的那条线拉在三分一 这样的话就是 你就是间接等于就是 承认西盟会执政的吗 西盟 古斯席也是有灌水了我觉得 但是 没有这样离谱了 这个国盟喊的33是很离谱的 但是他们 他们 只有这样子去这样绅士 所以就让很多人 他的自己的支持者 失去就保得住 同时又可以打击到 那个西盟的支持者的信心 动摇他们 这个他们已经大调了 这个这个目标了 所以最后的成绩 还是要看 大家平时的工作 再加上当时的动员的那个力量 动员好不好 才才能够决定了